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會去幫忙 平常大家去頭場看球 看得多了 今次是一中兩件攤打茶 既然大家那麼熟 這頓應該有人請吧 謝謝 我沒有吃那麼多東西 記得付錢吧 其實這裡就是文彬德 朱肇基、羅子君 和另一名前甲組球員 朱偉林合資 在尖沙咀開的點心店 他們幾個分工很清晰 Peter、Lang君和朱偉林 主力負責留面 有創業經驗的朱肇基 就負責會計等的行政工作 足球和點心兩件事 基本上大纜都承不買 又為何會有開店的念頭呢 羅子君和朱肇基 他們都想著要做飲食 但他們的飲食就是吃點心 我們構思之前 分開兩邊想的 我和另一位夥伴 朱偉林 另外是想做餐廳而已 他們想做餐廳形式的點心 我們倆都知道了圍內 知道了他們做點心 想開餐廳 我們一起坐在一起聊 聊聊聊 覺得有得做的時候 一起試試 幾年前朱肇基已經和黃鎮 在澳門夾粉開了一間 賣古著的店舖 生意還不錯 但朱老闆竟然會做飲食生業 終於是賣傳統的老牌點心 似乎跟那些潮人的形象 不太相配 其實第一就是 譬如之前我搞一間古著店舖 都是想著為了 將來自己可能足球圓圓的時候 可以有其他另一個出路 到現在搞這間點心舖 只不過是多一個途徑給我 讓自己試試另一個發展空間 亦可能會是 自己想尋求多些出路 例如將來 其實如果我完全完結足球圓的時候 再開始發展的時候 我覺得可能會遲了 除了再做老闆 朱基在足球生涯 亦找到新老鄉 他將會離開神器 轉投一支地區球隊 至於他的舊隊友 首次創業的羅志坤就說 足球經驗有助他管理點心 溝通方面 因為我做樓面 即是當做視影 我要跟顧客溝通 溝通甚麼呢 就是要看他們對食物的質素 品質 而改良我們的食物 要跟樓面的視影 溝通怎樣運作 一間公司 怎樣叫他們做 怎樣叫他們招呼客人 其實兩者都有分別 溝通方面 現在聽他們這樣說 就似無似樣 不過原來在籌備期間 也有很多趣事發生 而這些趣事 也令他們深深感受到 創業的難處 我想說到預算方面 譬如我們… 其實我們開店前 很想買很多很漂亮的東西 裝修得很漂亮 用的材料是最好的 桌子等最漂亮的時候 我想想一想 每一樣東西… 例如一雙筷子 本來是5元 但有對比7元更漂亮 然後再看一看 有對比10元 10元看一看,12元 然後想到最後,想賣了 12元的時候想賣 想一想 預算方面其實不足夠 所以我們經常會出現這個情況 所有東西都… 最漂亮、最好的 但永遠都不會用那種東西 雖然三位老闆都明白 甚麼叫未雨酬某 不過足球始終都是主線的發展事業 在這個經濟環境之下 他們都擔心會影響足球生命 期望無論是經濟或球市 都可以盡快振作起來 這才是未來的最大保障